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 这不 心密的梁先生因为相信 结果被骗走了12万元 骗子声称 只要在网上报名考试 不管成绩如何 就能获得BIM高级工程师证书 和装配式高级工程师证书 再把证书挂靠到他们的企业 不用上班每年还能拿到6万元的挂靠工资 梁先生因为相信 按照对方的要求 先后以转账的形式 支付了技能测评费 备案费和一年的社保金 共计12万元 不料当梁先生向对方索要挂靠工资时 却被对方拉黑了 诈骗分子已在网上报名考高级工程师 并将证书挂靠在自己公司为由 让梁先生误以为每年能取得挂靠费6万元 而自愿支付技能测评费 备案费和一年的社保金共计12万元 诈骗分子取得12万元后 即将梁先生拉黑 诈骗分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以构成诈骗罪 对此有网友说 天上不会掉馅饼 只可能掉砖头 犯罪分子就是抓住被害人不劳而获的心态 才能屡屡得手 不得不说 有些人是真的心大 以为扮一个假证 就能吃空想 有30个人被抓 现在的骗子越来越厉害了 扮假证的人也有 但是这样的人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 都是在我们见不到的地方 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违法也是犯法的 同样的话 天上突然掉馅饼 你们相信吗 很多人都贪图小便宜 当别人说的天花乱坠的时候 他们就会选择相信 无论家人怎么劝说 他们都会固执 都会坚定自己的想法 坚定自己的信念 可谓是无知者无畏 只有被骗之后 才会幡然醒悟 这样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因此的话 在教育问题上 我们一定要 多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 多了解相关部门发出的信息 被骗的人 有知识高的 有学历高的 也有没上过学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 因此的话 在社交软件上面 一定不要轻易去点链接 轻易去点链接 很容易被骗 特别是网上的投资 千万不要相信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天上会掉馅饼 这件事情也许会有 但是一定不会发生 在你的身上 有句话说 最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不要在别人 丢给你一个苹果的时候 就盲目的去相信他 或许他想要的是 你手里的肉 一个苹果的价值 和一个肉的价值 显而易见 因此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或者评论 关注 收藏 转发 让更多的人看到 警方诈骗 传递正能量